等海晾着 这么晚了还不睡 等我伤好了 我想跟他表白 这个呢 晓晓 你是我在学校里唯一的朋友 而林老师对我来说 是最特别的存在 能在学校里面遇上你们两个人 真的觉得 我的人生好像没有那么糟糕了 这些东西我带来了 我们说好了的 我给你我整容前的照片 你把当天的完整视频给我 视频呢 你把照片给我 视频我自然就会给你了 不过李欣 你跟这肖肖有什么关系啊 为了帮她洗清在网上的骂名 这么忙起忙后 她是为了帮我出头才被骂的 而且她并没有做错 这一切都是你们恶意剪辑 视频误会的 我把照片给我 给我 李欣 长成这样谁还去整容啊 你以为你拿李商 不知道是谁的照片 就能糊弄我了吗 既然这样 你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现在就把所有视频 全都删除 你给我 你放开 干什么 没事吧 一心 你没事吧 潇潇 你怎么来了 林老师跟我说你受伤了 我就立马过来了 你的 潇潇 走 医生 那麻烦你了 你怎么办 李欣欣说呀 她这段时间一直在求孙蕊 要她把完整的视频交出来 好替你证明 结果孙蕊 就用这件事情要挟上她了 她昨天来找你 她昨天来找你 就是想商量这件事的 就是想商量这件事的 可是她来找我 为什么不提前给我打电话呢 而且她为什么 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她说她在犹豫 没有下定决心找你求助 没有下定决心找你求助 正走到小区 孙蕊就给她发消息 提出了这么一个 跟恶作剧一样的交换条件 李欣觉得她自己能搞定 就没有提前联系你 原来这整件事情 能幕后挥手 果然就是那个孙蕊 放心吧 我已经联系学校了 有人会找孙蕊谈话的 你怎么办 好的